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狐狸 又到年末了吗 作为一个播客的狂热爱好者 我一直想给大家准备一份 我平常听的比较多的播客圣诞大礼包 这个是对金融或者是对商业感兴趣的朋友们都挺适用的 而且我游戏想分享给那些正在这个领域求职的朋友们 因为这些播客对于我个人的求职而言都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开始吧 我是你们的宝藏小狐狸 在这里定期用中英文分享投行咨询案例分析的一切 记得油管订阅和B站三连哦 这次我分享了一共10个播客 大概分为三个领域 第一个就是金融类别 第二个是商业故事 第三个呢就是专门针对咨询和投行的求职的 这些主要是以英文的播客为主 之后呢我还会想分享一些 我自己听播客的一些心路历程 以及一些小心得 那么在金融这个类别里面呢 我也有细分为是宏观的金融市场 以及还有一些个股和一级市场的分析 在宏观的金融市场里面 我第一个推荐的就是Exchanges at Goldman Sachs 这是一档由高盛内部策划的播客系列 他们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位来自公司的高管或者是专家 来深入讨论影响行业 市场还有全球经济的一些动态 这个是我每次在面试之前必听的一档播客 我很喜欢他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的短小精悍 每一期大概都控制在十分钟以内 主持人和嘉宾的关系更像是客户和高盛的关系 形式上虽然说是主持人和嘉宾 但是他并不像是其他的那些互动类型的播客 那么的末节 经常就是Jake他自己准备了一系列的问题 然后一个一个的问嘉宾 这个嘉宾也像是在回答客户问题一样 非常专业和深入的回答 没有任何一句废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你面试之前准备是非常有益的 我个人还挺喜欢这一个播客的另外一点呢 就是他邀请的是来自于高升各个部门的不同职位的人 这个其实是让我挺开眼界的 经常我就会发现 诶怎么还有一个这样的部门 还有这样的一个职位 我一直觉得想申请投行的话 不能只着眼于投资银行部 一个很大型的国际化的银行 他们是希望申请者能够对这个银行的业务有一个很全面的了解的 而且同一个政治事件或者是政策的改变 对于不同的部门看来是挺不一样的 那么第二个我想分享的就是Deloit M&A Views 听名字就知道这个是四大之一 Deloit自己出品的一档 专门针对于兼并收购领域的播客节目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在兼并收购这个细分领域做的非常好的一个播客 它每一期取的名字甚至都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论点去研究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些是最近很多通过Sax 也就是特殊目的收购或者是空壳公司来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越来越强势 这些都是很好的面试题材 如果说你要给面试官解释一个deal 一个交易一个transaction 我觉得更深入的方式是解释驱动这个交易背后的一个行业趋势 当然呢最棒的一点就是 他们的所有的音频的脚本都在官网上面有发布 所以说你如果想事后重温学习的话是很方便的 那么在个股和一级市场分析方面 我推荐了两个美股市场的Podcast 第一个就是Equity Equity是TechCrunch旗下一档专注于硅谷创投领域的播客 我之所以没有把它列到商业故事那个分类里面 是因为它并不是单独每一期去讲某一个创业公司的成长历史的 而是比较宏观的去跟进市场动态 初创企业的IPO 封头的一些不思情况 新的行业风口 以及一些资本动向 它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它有戏份不同的专栏 给不同的听众适用 比如说Equity Monday就是我经常听的一个非常好的市场简讯的浓缩 它会回顾一下上一周发生的市场的重大新闻 然后再一起展望一下这一周会发生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哪家公司要上市了 然后总统大选的影响等等 其次在内容方面 他们筛选出来的都是非常重磅头条的在科技领域的新闻 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介绍就是unpack the numbers behind the headline 也就是解析头条数字的背后 所以我经常把它当作是一个帮我精心挑选出来一些必须要知道的科技领域的新闻的渠道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档节目是专注于科技创投领域的 三个主持人也是对于这个垂直领域有比较深的自己的认识还有经验 而且他们的性格都很谦虚不张扬 所以这档节目在我看来是在互动类型里面兼具了听众的这样的一个听觉舒适感 以及内容的专业性和深度性的一档播客 那么还有一个跟Equity比较像的播客呢叫Snacks 如果大家有交易过美股的话应该对Robinhood这个股票交易软件不陌生 那么Snacks它的前身是Market Snacks 它是后来被Robinhood给收购 现在就是Robinhood自己旗下的一档播客 Snacks的中文名就是小零食 所以不难看出这两位主持人一直以来对于这一档播客的定位 就是以轻松幽默搞笑的方式去解析美股和财经新闻 形式上来看呢像是双人相声 它有一些很明显的优点就是它的每一集的风格都非常的一致 大概都是保持在15到20分钟以内来讲解三个公司的新闻 第二个优点就是他们的点评不算那么的老套 但是也不难懂 不过这一档播客的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在我看来它真的不搞笑 这就很尴尬了 因为它本身就是以一个幽默和轻松搞笑的这样一个定位来吸引观众的 但是可能是我还是没有get到美国人的笑点吧 就是他们的风格比较浮夸 有的时候比较吵 他们每一次开头都有一段rap 就在我看来是又不好笑又不好听 不过这个我还是分享给大家 因为这个我可能觉得是个人的喜好吧 我一般会把它跟equity结合起来一起听 因为他们经常会讲述到同一个公司的事件 所以我也想去了解一下不同的人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第二个大的板块就是商业故事 商业故事这个里面其实我也包括了行业趋势还有创投的一些播客 第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business wars 这个应该算是一档网红的播客节目了 就点击量很高很高的那种 business wars嘛 就是顾名思义是来讲商战的 它的优点很明显 就是每一期的选材特别的好 最近一期讲的是抖音和instagram 之前有讲比如说amazon还有沃尔玛之间的商业竞争 还有uber and lyft 基本这些年全球闻名的 家与户晓的商业竞争案例 他们都有分析到 其次是主持人David Brown 他的趋势能力真的是一流 就是节奏还有整个悬念感把握的特别的好 再加上这一档节目 他的后期制作也非常的专业 经常配上的是非常电影质感的BGM还有音效 所以说整个的听感就像是在观看一部好莱坞大片的感觉 不过这一档节目在我看来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太长了 对于我这种耐心不足的听众来说 我是很难去听完一整季的内容的 我经常是听到了一半就会去谷歌这个事情的背后了 不过我还是想把这个推荐给对商业竞争感兴趣的 而且耐心很足的朋友们 下面一个我要推荐的是Talks.js 刚刚的Business Wars是以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讨论商业故事 那么Talks.js就是直接邀请到这个公司的创始人 或者是这个公司的一个很高级的管理层的人员 来分享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历程 以及这个公司的发展历史 Talks.js可以说是高盛公关的产物 他们也有视频版可以在油管他们的官方频道看到 其实我听这一档播客呢 与其说是听商业故事 不如说是见识世面见识大佬 因为能和David Solomon同台的基本上都是行业的翘楚 我很喜欢这档播客的原因大致有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他真的有让我了解 认识到一些我之后特别崇拜想学习的大佬的成长故事 还有人生经验 我觉得这样讲可能有一点幼稚 但是我是一个从小都非常喜欢脑补和幻想的女生 所以说这档节目之于我更像是一个带我看眼界 然后是动力不计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第二个我比较喜欢这个播客的原因呢 就是他除了邀请一些高盛的客户或者是财经界的人物以外 他也会邀请一些比较小众领域的 比如说社会责任感或者是国际关系类别的一些嘉宾 所以我觉得这让这档节目更加的多元化 而且也让我知道了像高盛这种大的投行 在关注的一些新的动向 那么在商业故事这大的板块里面 我推荐的最后一个播客就是创业内幕 其实在创投领域的播客我真的有听很多 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只先介绍这一个 我在上一期令人心动offer 为什么不找投行来拍的视频当中 有提到过风投公司自己出品的一些 板播客节目 然后也有提到过创业内幕这一档 GGV出品的播客 做了一个很久没有回国的留学生呢 我其实每天看到国内日新月异的创投圈的变化 我内心是经常处在一种比较焦虑和恐惧的 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我看到创业内幕这一档播客呢 心中是非常的惊喜的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经历的朋友 有类似的感受和体验 就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 fear of missing out 的感觉 我喜欢他们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以一个顶级的VC的视角来讲创业公司的 他们一起请一位嘉宾然后配上主持人还有GGV的投资经理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合伙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来阐述一个企业的成长故事 第二呢就是很多的公司都处于非常早期的发展阶段 还不为人所知 所以也起到了一个科普的作用 不过这档节目也是有一定缺陷的 因为它无可避免的会有一定的偏向性 毕竟是GGV自己投资的公司 而且他们的创始人也是带着自己的想法和产品过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不免会有一种它在推广和推销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无可避免的 OK 我们终于到了最后一个板块了 就是求职 这个可能是我自己最私藏的一些podcast了 如果你们听了之后觉得有帮助的话一定要过来告诉我 那么第一个我经常听的就是Strategy Simplified 这是一个专门针对MVP求职的 也就是McKinsey、Bain还有BCG这三个头部的咨询公司 她的主持人是Jenny Ray,前贝恩咨询顾问 她其实是现在自己出来开设求职课程 叫Management Consulted 申明一下这个不是恰饭视频也没有广告 我没有上过他们的付费课程 而且看我这个可怜的粉丝数也做不到广告 她的播客内容是一个短音频和长音频混合的一种形式 她的短视频通常是10分钟左右来讲解一个公司的战略或者是商业模式 但是长视频其实是我更加推荐的 她的长视频真的是对于咨询求职的朋友来说很有用 因为她主要是以这样的一个Mock Interview的形式 也就是模拟的案例面试的形式来分享给大家 她经常会给她的学生来出Mock Case 所以说她也是会定期的免费的给大家分享一些 她给她学生来做Mock Case实战的经历 那么准备过咨询面试特别是Case Interview的朋友应该是知道Mock Interview是多么的有帮助的 我个人觉得Mock Interview这种东西你不一定非要每天都去做 但是其实你如果听一个完整的Mock Interview也是挺有帮助的 特别是我觉得Jenny Ray这个主持人她因为有很丰富的经验 所以说经常会问很sharp的问题 而且也会给出一些非常在点的反馈给学生 这个板块的第二个Podcast就是Wall Street Oasis 这个我相信有很多求职投行的朋友们都有关注过Wall Street Oasis WSO这样的一个网站 这个是我就是申请的时候泡在上面时间最长的一个网站 就是我经常会去看有没有哪个公司更新的他们的求职进度 然后看很多人吐槽这样子 就是是一个又令人焦虑又让人消遣的一个网站 就很奇葩 后来Wall Street Oasis就出了这一档Podcast 主要是围绕个人的求职还有职业经历来开展的 它的优点是虽然说每一期都不短 大概是在一小时多左右 但是它不难听下去 因为这个主持人也就是Patrick 他经常邀请的嘉宾 要不就是逆袭投行成功的 要不就是奇葩的方式隐退的 我觉得故事性真的很强 而且我很想了解不同的人的一些职业选择还有晋升道路 除了从买方到卖方以外 还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exit options 隐退方式等等 OK我们终于到了最后一个Podcast的分享 那就是The Case Interview Podcast 这个可能是市面上针对咨询求职内容最硬核的一档播客了 这两个主持人呢 一个是前麦可锡 另一个是前贝恩公司的咨询师 他们其实也是一起创办了咨询网课Crafting Cases的创始人 这个播客呢是他们近期出的 是他们课程的延展 适合那些有一定基础的 想在Case Interview当中有突破的朋友 比如说怎么快速地建立框架 怎么以新的思维方式去解决咨询面试中的一些数学问题等等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十个Podcast了 不过不要走开 我还想分享一下我听播客多年以来的一些小心脸和小翘门 其实很多人听播客的习惯是通过这次疫情来影响的 但对于我来说 听播客确实是一个我从小都有的一个习惯 在我小学的时候 我爸爸就经常喜欢在家里面放英语的一些录音 或者是英语的一些新闻 因为他那个时候也是在学英语 他就逼着我跟他一起学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早饭或者是刷牙洗脸的空当 他都会放着这些音频 像是一个家庭的背景音一样 最先开始的时候我肯定是什么都不理解 我只是在被动的听而已 但是后来呢我特别喜欢模仿 所以说即便是不理解的情况下 我也会去模仿一些单词的发音 其实在听播客这样的一个被动的输入为主的一个情形当中 也可以尽量的逼自己去输出 我经常就是在听播客的时候 会直接跟着这样的一个主持人去复述他讲的每一句话的内容 肯定有的时候是跟不上的 但是我会逼迫着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瞬间把输入转化成输出的过程 in distribution in the US and Europe talk about the outlet for the vaccine in Asia will approval processes look a bit like they do in the US and Europe and what will distribution look like? 第二个小心得呢是我想分享的 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宝藏APP叫做Air 我之前发现就是听播客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真的是太碎片化了 以至于我经常突然想到了某一个播客的内容 但是就找不到是哪一个具体的点 特别是在一个一小时这么长的音频当中 我很难去找到到底是哪一个点 哪一个嘉宾说的哪一句话这么的重要 那么Air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在音频当中去做笔记和做标注的这样的一个软件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复盘的工具 那么以上就是小狐狸我今天这一期的亲情分享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记得订阅 然后点那个小铃铛哦 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你们有你们很喜欢的podcast的话 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也会去听一下 之后的话也可以把这一个栏目这样的一个系列给做大 做长 我可以定期的去做一些podcast分享 而且你们也发现我分享的主要是一些英文的播客 如果你们有一些比较喜欢的中文播客的话 也非常非常欢迎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见